有一个单身小姐妹被闺蜜告知一起去聚个餐 介绍她认识个朋友 结果去了才知道是给她介绍男朋友 她眼前这个男人要说从外表来看 真的不是她的菜 本身相亲这种形式她就不太接受 于是等闺蜜说临时有事先走一步之后 这俩人就心照不宣的聊了起来 女生看到这位男士穿的衣服也就200来块钱的T恤 普普通通的说话还有点腼腆 全身的装备加起来估计不到500块钱 她的内心莫名其妙的升起了一股厌烦 直接就说了 我觉得咱俩并不合适 男生就问她为啥 这还不了解呢 怎么就觉得不合适了呢 于是这个女生就说 像你这样的人太多了 追我的一大把 但是我们好像也并不是在一个层次的吧 于是男生就问她 那你是在什么层次的呢 女生就说自己是在外企做高管 年收入50多万 在北京是有房有车的 她表示她想找的男生绝对不是眼前这样的 男生这个时候就有些明白了 就顺着她说 那你是看不上我的长相吧 那好看的皮囊 五六个对象呢 招架得住吗 那些有趣的灵魂呢 人家又不找对象的 像我这种啊 能普普通通的好好过日子的人 真的是已经不好找了 这个女生就笑了啊 你可真逗啊 我要是找你这样的 那不早就结婚了吗 男生说 可是鱼和熊掌不可见得呀 你要想好了 到底选择在宝马车上哭呢 还是选择在自行车上笑呢 有多少女生啊 选择在自行车上笑了 结果呀 男人还是让他哭啊 所以这些女生才想 既然都一样 那还不如坐宝马车上哭呢 这才选择了宝马车 可是现在有一个 让你在自行车上笑的人 你还不满足吗 女生就接过话来说啊 你开玩笑吧 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 在自行车上笑呀 我就不能选择在宝马车上笑吗 虽然我还没有找到宝马车 但是就你这个条件呀 就别给自己找理由了啊 我们真的不合适 我呢先走了 男士说 啊美女那我懂了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再走呗 你看啊 以前呢都是门当户对 条件好的呢 找条件好的 条件一般的呢 找条件一般的 谁呢都不吃亏 谁也不赞 谁都便宜 对吧 而现在呢是 条件一般的呢 都想找条件好的 条件好的呢 还是会选择条件好的 条件一般的呢 还看不上条件一般的 他又够不着人家条件好的 又想舔条件好的 所以一个条件好的呢 就找好几个对象 而条件一般的呢 都找不到对象 你是属于哪一类呢 这个女生啊 正想给这个男生发作啊 怼回去 结果呢 闺蜜的电话进来了 问他对这个男生印象怎么样 他说啊 不怎么样啊 我遇到个屌丝 还责怪闺蜜的眼光太差了 怎么给自己介绍 这种条件的男人 是不是故意戏弄他的 闺蜜说 你太没眼力劲了吧 这可是某集团公司继承人啊 别说人家一年挣多少 一年的花销都是你的几百倍 人家今天去参加了一个慈善活动啊 穿的普通了一些 也没有开车 也太一貌取人了吧 嗨 我啊还特意的啊 没有给你介绍他们家里的情况 怕你有压力 结果你怎么就搞成这样了呢 你们看看啊 这个时候这个女生 是不是肠子都会毁青了呀 我喜欢的